然而我们栏目其实还是有一个专业 可能50年的 那就是波波 他可绝对是栏目的成人王了 所以感受一下吧 今天小李有事 开会要晚点来 叫我帮他跟领导说一下 并帮他向领导保证 一定会在会议结束之前赶到 但是就这样直接跟领导说哪行啊 绝对要挨骂的 还好我灵犀一动 把他在工作群的昵称改为了正义 这样大家就能知道正义也许会迟到 但绝不会缺席了 我真是太机智了 被你的这份强大机智折服了 说吧你跟小李多大的仇 小李要我给你带个花 教你下班别跑 朋友们啊 你看看我身边都是一些什么同事啊 我都不想说了 简直就是其他一朵朵 说波波这一朵 再来说说风哥这一朵吧 不过这次呀 我可不是说他干先的事 不过这事 应该为什么单身 有这千丝万点的关系 一起去打朋友圈看一看就知道了 长了颗智齿 疼得真难受 实在忍不住了准备去拔牙 到了医院 开始准备工作 医生说 已经打了麻药准备拔牙了 还没开始呢 你怎么就哭了 我说想哭来试探一下自己麻痹了没 不就是拔个眼啊 还演得上了 你是戏经大学毕业的吧 你大男人 还有意思哭啊 真当自己是个宝宝啦 麻药虽然能麻痹了你的牙 看来麻痹不了你的这颗细精的心啊 我稍微脑补了一下那个画面啊 这个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画面太美 我不敢想下去了啊 医生做错了什么 风哥 你考虑过医生的感受吗 感觉这个医生需要 让我们的人生导师 娜姐来开导一下了